我相信很多观众都会和我遇到过一样的情况 你们可以看看一下 这个祭司本上面上半部分呢 是我这一周原本就应该要完成的事情 结果今天已经是周日了 我还有那么多没完成 结果周一又要来的 新的任务又往上跌上来了 这真的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知道吗 我明明已经尽全力了 你们可以看我已经两周没发视频了 我把我所有的时间都拿来做了 但是还是没办法完成 WTF 那么我相信呢 很多大学生都会和我一样的情况 所以这期视频呢 我只要是想让你们看看一下 一个清华生是怎么来 一步一步的 把那么多任务一个一个 完成的划掉 完成的划掉 那我也即将 可能接下来开始的这一周呢 即将开启一个疯狂的学习模式 从早学到晚上了 那今天是周日啊 那我也就先 可能打算先从姿态控制这一门课开始啦 那我希望所有和我一样面临这种情况 观众和我一起 来好好利用我们的时间 一起的 把这些任务一条一条 花掉它吧 我们废话不多说 赶紧开始啦 好 I can take you there You're a need Can I take you there Can I take you there Can I take you there 那現在呢是早上 差不多中午啦 11點多早上11點多 那經過了昨天一整個 從差不多5點多開始 一直到凌晨啦 包括一直到現在整個早上啦 我終於完成這個姿態控制啦 給我畫一個茶 我和你說當你做完了你的東西 你這樣子去畫過它的時候 那感覺是真的很爽的 終於畫掉了一個而已 花那麼長時間 那因為今天嘛就有一個截止了 我這個飛行動力學的作業得提交了 所以我現在就得趕緊的先複習了一遍 可能先寫了作業才來做複習式筆記的 你們可能也會奇怪 為啥一個作業可以做那麼長時間啊 真的是會做很長時間 那當然還有同時呢 因為我一般給自己要求 一般上要是時間充足情況下呢 我都會先完成了我的複習式筆記之後 才開始寫作業 因為這樣我才可以真正鞏固我的知識 然後真正的掌握了之後才開始去寫作業 那待會這個飛行動力學呢 因為我實在有一點時間不夠 今天晚上就得叫了 所以我先做了作業 那筆記可能之後才做吧 OK那現在其實是凌晨差不多一點了啦 那我終於把這個飛行動力學完成了 畫上這條線了 那同時呢我還被那個國際處的老師邀請去給一個分享 給大一生的國際生分享一些專業課 包括因為很多人都知道嘛 我是一個留學生 但是我大一的時候都是沒有拿那個所謂的 開給留學生辦的維基本線性代數 所以很多人就覺得 哇怎麼做到一個留學生能夠去和中國人拿他們的這些數學 那所以呢老師就希望我可以分享一下我的這些經驗啦 那我剛剛呢也完成了這個分享的BBT啦 那現在其實已經是8點半了 我記得睡遲了 因為昨天實在太困了 寫得太累了 這個眼睛就睜不開了 所以就那麼困就稍微睡長一點的時間啦 我現在呢就感覺吃完了我這個美好的早餐 然後在那麼好的風景上面吃好了 然後就要開始繼續趕我的東西了 感覺還可以在那麼高強度的情況下開始追上這個進度了 所以現在就有這個美好的早餐開始著充實的一天 那我剛剛去一去的我最新的眼鏡啦 你們看好了 新的眼鏡 那我這邊這邊就是一個 這個卡布達望 這個有一個咖啡廳的地方 我就順便進來弄出來了啦 你就順便在咖啡廳那邊點一杯熱巧克力啊喝 然後我在那邊繼續變成啦 繼續完成我的這個空天工程計算的這個作業 那就開始繼續做我的東西了啦 那換一個不同的環境呢 也可以提高我的效率一下啦 就更專注一點繼續做我自己的東西 那邊是十五點半啊 啊 終於 能夠在這一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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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上了 和空天筆記 舒服喔 一天畫了三條線 那其實這三條線都是同一門課欸 只是我講它分開寫而已 因為是不同的章節 那今天說是我學了好長時間 終於把它每一個寫完了 OK 那今天學了一整天啦 那整個人也很困了啦 要休息了啦 也是時候結束今天這一天了 那剛剛也陪我女朋友聊天聊了一會兒啦 那接下來進入睡眠前呢 就是進入我自己的娛樂時間了啦 那我今晚呢就會使用這個 HIMALAYA HIMALAYA很出名的一個聽書軟件 來聽這個我很感興趣的一個話題 兩國交戰部長來世 那我相信一直有在看我視頻的觀眾 這樣我們都知道我特別喜歡中國歷史 那我平時吃飯的時候呢 都是打開Youtube來觀看各種中國古代歷史的視頻的 結果後來呢 我在HIMALAYA裡面發現了一個新大陸 就是這個中國歷史未解之謎 它裡面一共五百多集 有非常多很感興趣的主題 那麼當然啦 歷史只是HIMALAYA 日本有生書中的冰山一腳而已的 那裡面其實還有非常多全球暢銷的書記的 不管你是要投資理財 學習科普 還是提供你的溝通能力 學習英語口語等等 都可以在這個HIMALAYA VIP裡面 找到相關的有申訴 那麼HIMALAYA一共有兩百多堂 他們自己做的英文原生課程 那這些在外面賣的都是很貴的啦 那他們還超貼心的把原文文稿都附上了 聽完了之後有不明白的地方呢 可以看文稿 給一些想要考試六級等其他英語考試的戰士 或者想要好好學習歐美專家思維方式的戰士們 HIMALAYA一定能夠助你們一臂之力的 那麼如果你在APP裡面修改不同的location 還能夠聽到不同國家或者地區的內容 那我自己非常喜歡的書記 就是這個中國歷史未解之謎啦 基本上每天都會聽的特別好看 那當然當中還有三題啊 還有一些其他的理財啊 提升自己方面偶爾還是會看一下的 這些東西呢全都可以使用我的福利碼 在HIMALAYA裡面免費收聽了 那原本官方只有7天的使用期而已啦 但是我為大家爭取到了30天的使用期 那30天內如果說能夠讓你讀完五本書 但其實說真的就真的是太值了 只需要點擊影片下方簡介和留言中的鏈接 點擊開啟免費體驗進行註冊後 輸入戰士們的專屬福利碼警棠 輸入相關信息之後 點擊開始免費試用 就可以在30天內免費的暢聽VIP內容了 那反正是免費的嘛 不拿白不拿 在這段時間內視聽了不喜歡的話 只需要點擊取消訂閱 你也不需要付任何錢啦 因為這個APP是我使用一個月後 真心推薦的好幫手啊 那也相信可以幫助到各位戰士啦 所以當我經過一個禮拜 現在已經是週五了 抽到一個星期的時間 那麼高強度 一直逼自己去完成它每天的拼命做的時候 我發現欸 進度是能夠一條一條一條 在畫上這樣結束的 現在就竟然只剩下筆記而已啦 那還有兩天週末嘛 這一週才結束 所以我包括今天晚上做完 完成這個作業之後 用接下來的下午和晚上時間段 完成一門課筆記 我就還剩下三門課 那接下來週末兩天的時間 做完這三門課筆記 那是可以沒有問題的 只要我把所有事都放在它上面 OK 所以 嗯 看到來感覺我的 進度是能夠完成它了 還挺欣慰的 那我現在先成都先 早上 早晨的繼續寫一會兒作業啦 肚子餓了就下去吃早餐 那我們來繼續 我昨天晚上就做另外一門課了 飛行器結構作業做完了 OK 那我現在呢就只剩下筆記而已了啦 那今天是週六 我還有兩天時間 一天完成兩門筆記 要是能夠做到的話 雖然有點難啊 複習式筆記真的很花時間 這兩天都做一天做兩個筆記 那明天我就能夠完成 成功了 把我每一個要完成的事 花上一條橫線了啦 好那我現在先趕緊吃個早餐 然後繼續完成我的任務 好那經過一整天的奮鬥呢 現在今天是週日了 禮拜日了 我的這些筆記呢 都一個都沒有畫到 那主要昨天助教忽然間又加了兩項任務 所以我昨天也花了蠻長一段時間在完成它 所以呢我等一下就會把我昨天剛剛寫下 那這兩個新的任務把它花掉 那所以我還是依舊剩下這幾個複習式筆記啦 那主要就是因為我相信有做過複習式筆記的人都知道 這個複習式筆記真的不是短時間能夠做出來 真的很費時間 也不知道為什麼那麼的幸運 所以我這麼多門課裡面呢 每一門課在這一週所教的東西 只是點得很硬 沒有水的 平時以往的話呢 可能有一些課在這一週所教的東西 是可能比較一些簡單的 比較容易理解的 然後有一些課比較難的 這樣我們就可以把重型當在那個比較難 沒有想到這一週所需要的東西 每一個都很硬 哇 導致我每一門課 得花很長的時間來消化理解 才能夠做筆記 哇靠 還有四門課的筆記呢 那我今天只有週日 因為我一門其實也差不多複習完了 差不多可以做筆記了 所以如果我最快最快速度的話 今天是能夠畫掉兩門課 那我還剩下兩門 那其實呢 我每一週的開始的時間段 其實是從每週一的下午1點半開始 因為我一週裡面呢 第一門課是在週一的下午的1點半開始 所以怎麼說呢 我明天週一其實還算是從我起床到1點以前 都還算是沒有結束我的這一週啦 所以 我今天要是我最快速度的話 要是啊 最快速度的話我能夠割掉兩課 那還剩下兩課呢 就只能指望明天看一下 親我所能不能夠在新的一週裡面 趕緊完成它啦 好痛苦啊 繼續繼續不要抱怨 慢慢的將我的任務完成它 好那現在呢已經是週一 我其實剛剛已經上完了一門課啦 就那個空天工程計算也算是開始的一天 那只是為了 因為早上一直都在做筆記也沒什麼事 也不想花什麼時間在拍一下視頻 打擾掉我的那個高校的那個氣氛 那麼這些那麼多的東西裡面呢 我昨天就已經把這個姿態控制的這個筆記做完了 nice 然後今天早上呢也差不多也把這個 飛行系結構力學的筆記做完了 但還是一點點啦 但可能待會不到一個小時就能夠完成了 所以整排那麼多的東西呢 最後就只剩下兩個東西沒法完成啦 但雖然說是沒法完成 但我自己還是算是滿滿意的這一週的效率 那麼這一週我基本上真的是全天都在拼了命學習呢 之前我真的是拉了好多東西呢 那現在追回只剩下兩個了 那我相信這一週只需要繼續像我上一週那樣高校的話 那麼在下週一這一門課開始之前呢 我就能夠正式把我所有拉下的東西全部追完哈 之前拉了那麼多 現在只剩下一點點了 那我相信很多人都會和我一樣運到這樣的情況啊 你會發現經常會出現你立下目標沒辦法完成的情況 這很正常 如果真的是有這樣的情況 你只需要問你自己 你在這一段時間是不是真的已經把你所有能夠用的時間用上了 如果你發現這是4的話 然後你再看一下你的進度原本拉了那麼多 然後現在拉了少了很多的 有一個progression有一個進展 那麼就代表其實你基本上已經是盡你最大努力了 你應該要為自己鼓掌一下的 因為你已經做得最好了 所以只需要問你自己 只要你真的是把所有時間用上了 那你就做對了 你並沒有任何做錯的地方 那喜歡這期視頻 對所有會和我一樣感覺到時間嚴重不夠用的東西 還沒做完 新的又壓來的這樣一個大學生會有一個幫助啦 那還有最後就是 做寫這個筆記的筆記本 這個縱橫天下筆記本 也可以買一個來陪你打電一下 好啦那這期視頻就來到這裡了 喜歡這期視頻對你們會有所幫助 那感謝各位這次我們下期見 掰掰